中國三個航天員在空間站做了多項醫學研究 測試航天員的身體機能 究竟如何在太空做身體檢查呢? 由張慧聰講一下 三個航天員在空間站已經執行了49日任務 有近日傳來的片段看到他們身體狀況都不錯 但是單憑看表面未必知道他們的實際情況 最穩妥的就是做過身體檢查 不過做檢查之前都要做足功夫 就依靠這套叫做人系統研究機櫃的裝置 究竟這部裝置有什麼用呢? 這個機櫃從能力上來講 它涵蓋從人的系統補心血管、肌肉 大家都比較熟悉了三大系統 包括腦等等各方面的生理技能 到細胞學機制研究 所有的測試、安裝、家電 這些目前都正常 為我們開展實驗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但測試會做什麼呢? 湯紅波就為劉伯明用儀器檢查眼底 這個檢查可以測到航天員 會不會出現心臟病、糖尿病等 而另一項就是檢查 航天員最容易出現的骨質疏鬆 所以航天員要靠這部裝置 檢查腳關節的骨質密度 檢測是否出現骨丟失的太空病理現象 另外,航天員還需要定期驗血 抽血過程和在地球做法差不多 大約一分鐘左右就有結果 可以查出航天員 是否會出現貧血或嚴症 有線電視記者將會衝報到 到達了 到達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